川普在6号指出 他已经向行政团队指示 将要拒绝与民主党的2.4兆新冠刺激法案的谈判 直到总统大选后再谈 请看相继报道 川普在6号指出 他已经向行政团队指示 将要拒绝与民主党的2.4兆新冠刺激法案谈判 直到总统大选后再谈 并且指出 当我等选后 一定会给新型的美国民众和中小企业 通过一项主要的救济法案 消息传出股票市场在收盘前出现雪崩式下跌 道琼斯工业指数平均下跌超过300点 跌幅约1.1% 如此一来 民众引进期盼的纾困支票将要落空 财政部长和众议院院长佩罗西在新一发表了一个小时的讲话 并且原本计划在周二再次谈话 新冠谈判在过去几个月中进展甚微 但两党双方原本就预计在大选前达成协议 援助经济受到波及的市井小民和中小企业